2020年11月15号 东盟十国以及中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西西兰15个国家 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 在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RCEP不仅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 而且是一个全面 现代 高质量和互惠的自贸协定 互物贸易零关税产品数整体上超过90% 就是说它有20个章节 涉及到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 投资 还涉及到一些规则领域 包括知识产权 电子商务 竞争政策 政府采购 中小企业合作 经济技术合作等等 在货物贸易开放方面 就是说相互之间的成员 他们的贸易涉及到90%的产品关税 最终都要变为零 王寿文介绍 RCEP成员均是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 2020年1至9月 中国与其他RCEP成员贸易总额达10550亿美元 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 RCEP的达成将有助于扩大中国出口市场空间 满足国内进口消费需要 有利于稳外贸 稳外资 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有效支撑 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打开了 对我们的出口就有利 企业就会有销售啊 那么对进口来说 我们进口的有消费品 有中间产品 有这个资本品 那么对消费品来说 那你比如说来自东盟的这些水果啊 这个关税就会进一步下降 那么来自于东南亚的一些消费品 包括比如说鞋 包括服装 这些他们价格都会减少啊 那么对于我们企业来说 我们要从这14个国家进口原材料 进口零部件 进口机器设备 那关税都会下降 那我们的这个对于中国来说 投资就会增长 那么对解决我们的就业 对老百姓的就业 这些都会有明显的这个好处 王寿文表示 RCEP协定签署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新的里程碑 它将有力提振区域贸易投资信心 加强产业链 供应链 提升各方合作抗议的能力 助推各国经济复苏 促进本地区长期繁荣发展 在东亚地区 我们之间形成了一个15国的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整体 就是使得我们本区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水平大大的提高 将推动我们这个区域内的这个产业链 供应链的韧性和强度 疫情的影响全球的经济也处在一个下行的通道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15国能够签署RCEP就表明15个国家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 来支持贸易自由化 投资的自由化 抵制单边主义 抵制贸易保护主义 这对支持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支持都为贸易体制 可以说给予了信心 增加了这个动力 RCEP协定谈判于2012年启动 历经8年终于正式签署 在谈及RCEP协定核实正式生效时 王寿文表示 协定签署后 RCEP各成员将各自履行国内法律审批程序 推动协定早日生效实施 中方也将与各方共同努力 争取让RCEP协定尽早汇集本地区企业和人民 RCEP协定核实施 中方也将对辞为 者之后 把张给给予 tops